从第一次管团队的时候呢 我带了15个小员工 全都是新员工 有海龟呀乱七八的什么都有 我每天就是辅导他们辅导他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干 结果我们团队很惨 一个半月没出过一单 我是从销售做到主管做到区域经理 做到大区经理做到总经理的 你们知道 我原来是个老师 我真的什么都不会 然后这15个人干了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啊 他们就写了一张A4子 联名上述说要fire掉我这个老板 说我这个老板哪里拿哪里 不行要把我开掉 因为我们一个半月没出结果了 然后呢他就把这张纸呢 递交到了我的当时我的老板是 马总的太太叫张英嘛 递交过去了 然后呢这个我当时很感动 就是他回来以后他来找我 说Cherry他说 那个很多人反馈你做的不行 但是他说我认为是我的责任 因为我没有辅导你 那这样子从明天开始 每天早上你拿你的笔记本过来 你写清楚 1月10号 你今天要干哪几件事情 to do list 你写实践 然后你来告诉我 你为什么做这些事 你打算怎么做 我来辅导你 然后每天晚上呢 你再有个良好的工作习惯 打勾 你拿出个 拿出一个本子来啊 拿出一只笔来 你看看你画勾 哪些字你写完了 你就可以回去 没有写完就不要回去 这个叫今日是今日必 然后第三个 别的你放心 在任何公众场合 我都会支持你的 然后从那天开始 我每天早上10分钟去汇报 我今天干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做 我打算怎么做 然后他会给我feedback 你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一个辅导 对吗 他要知道我做事情的逻辑 我的优先级 我该怎么去做 我做事情的方法 对还是不对 然后呢 在各大场合 他每次都会出现是说 今天Cherry就是你们的老板 对我的下属说 如果你们有人反对他 请你离开 我不会让Cherry离开 我一定是支持他的 我好感动啊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 真的很感动 我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这是我员工 我记得现在 你看多少年 我17年前过去了 我都记得 我拿到那个表 就是大家集体反对我的 那张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有个地洞 我就钻下去了 因为我也是个很自尊的人 这就叫做管理的一身作则 叫价值观 你觉得我是这样被培养出来 我自己以后再做老板的时候 我下面的人都是一些管理者 没有经验的时候 我会不会嫌弃他们 我就会一直这么对待他们 这就叫文化的传帮带 大家理不理解什么叫文化 value什么叫value 一个文化一个value 真的不是一个标语 而是你管理者的一言一行一动 以身作则去传递这些东西的 然后你下面的人感受到了以后 他也会这么做 然后他会传下去 那么你这个公司是不是 从一层一层一层就传下去了 否则呢 上梁不振中梁外 中梁不振下梁外